我竟然看见这个了 当时我跟我媳妇 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跑着专门谈棉花去了 我们就这种书面机 这个中边大滚子叫 叫西林 那个二号叫 叫什么了我忘了 大的叫西林 这种书面机 它这个不是 它是从这头往里 续棉花 这头往里进棉花 这头进完了 它是出棉纱的 我们是出棉花 我们这边各个滚 它这是棉花 棉纱直接进这里 我们这边外边割滚 就这样变成续那个棉花 你看嫂子当年是谁追的谁 那肯定她追我呗 是吧 我就看这脚 对呀 把它迷住了 当时我俩就是 就这个他谈那个谈棉花 然后那个 我跟你说当时什么样了 这边有个平台 往里边续那个棉花 就是呱呱呱呱呱呱呱 就能睡着了 困的 完了等快没了 我咔一醒 再扔一把再睡觉 这样 当时总修这机器我都会修 真的 我姐我姐修机器我都会修 这里边那个那个真布要出新缠的 这里边有真布 就像巨条子的一条一条一条往上缠 哦 它这上面是那个 那是小钢丝是吧 这上面还有棉花呢 哎呦 这是这是一个素面剂 但是它这是老式素面剂 老的比较老的 我们当时 它们要比这个大 它是这身的 在这边出棉纱 说进这里边进这的镜头里去 这这这卷一桶 仿沙的 都这边用来仿沙的 哦 这是整线的 对 整线的 这是干啥的 我不知道 还有图像采集区 这是干嘛的 哦 自动混棉机 混棉啊 用那个混棉开松出闸 按照洗铁装置 83年的 我那时候是九几年 95年吧 跟我姐我上青岛去买这个 素面机器 这是个什么 切麻底 这是切 我不知道啊 那边的机器我就没用过来 就看这个 素面机 你看明天就叫素面机 嗯 这是83年出厂 为啥 突然看见这个素面机 就感觉很亲切呢 不知道我媳妇能不能刷这个视频 真的是 当时我跟我媳妇一般 我这边去苗那边 困了我就转搭苗窝堆里 戴个仿沉口罩 我苗窝堆里一拱就睡觉 然后我姐外夜茶班 还没呢 哈哈 我谁也不知道 不知道在哪里 还气坏了 他走完我哥棉花里滚出来了 不太乱了 好几天没洗的我没有水了 搭个小鞭子 今儿得洗头了 我准备留长头发了 留长头发 我跟你说真的 我当时我跟我媳妇认识 就是她在我姐夫上谈棉花 然后认识了 后期我媳妇上酒厂上班去 有一天下雨 给我打穿呼 让我去接她去 然后你俩的故事就开始了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故事更悬后 你知道吗 当时我修车有个火上场 拉尸体的车 哈哈 你开那个车去 我开那个车去接的 哈哈 你嫂子 不做说啥也不做 不是嫂子知道这事吗 知道 哈哈哈 我说没事 我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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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全国可能就唯一我一个 能干出这事人家来 你要我我要是嫂子 说什么我也 不能嫁你啊 好好讲 这个事大伙知道 我说过 我说过是吧 真的真的说那个 便宜馆那火上场 开个火上场的车去的 好吧 大哥哥 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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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急 急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要急 没套 不怕不怕不怕 到处出去 哎 好干净啊 来来来来 哎呀呀呀呀呀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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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拿着拿着 看着我有点激动 别动 别动 给他 给他做了个内驱外驱 然后又打了个疫苗 看好看了没有 是不是好看了 嘿嘿 这么白呀 好看哪 走了走了 走吧 昨天晚上我们又回到这个营地了 这个营地车 没那么多 但是原来我们停的位置 现在已经有车停了 嗯 昨天晚上吃完饭 看见那个书面机 感觉特别的亲切 当时我和我媳妇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因为谈棉花 她谈棉花 我说我也去谈棉花了 追了个媳妇回来了 嗯 然后呢 乌漏偏风连夜雨 本来就没钱 我这个 GoPro啊 昨天 在 和海燕 花竹筏的时候 就掉到那个 河里边了 今天早上一看 彻底开不开机 包废了 这大哥是南宁本地的 也准备开台车上这露营了 自己家好好家不住 非得要出来 甜甜 看晚上在这儿住啥感觉 哈哈 哈哈 今天开过来 今天开过来 一起做邻居 还得买个相机 这个相机不行了 幸亏我现在展示 用的相机比较多 也有备用的 当时 看妈给我单反的时候 我就说 准备把我那卡片机 说先放假 看妈说你也得留个备用的 结果现在用上了 刚刚来了好多人 来参观了 我们营地现在好多车 那个前面那台大方车 在拖挂式盯着付 我来那时候他已经来了 结果这么多天还没走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还看见了一个撩皮拍照的面包车 乌龄 然后今天早上我说过去聊聊天 结果走了 起来晚了人走了 兔子去货轮胎去了 他那车还是取地胎 他去货轮胎去了 我们在这可能还要等了两天到三天 孩儿姐那车昨天在木器厂 那个兔子已经出差不多少了 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敲定 等兔子完全那个落实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直接因为有兔子 他们下的就快 直接下溜 下完溜就安装 那就快了 一看呢 朋友们什么叫专业人 谁叫专业 那图纸是立体的 哪个门能开 哪个窗户哪个抽屉啥 多大尺寸 直接都标的明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我看的图纸我都会做 主要是咱们没有图纸 以后那什么 看班能看见我这条视频吗 我做啥的话 不容你给我设计出图纸了 把我照图纸自己去加工去 王叔昨天也先回这了 他没去木器厂 那边不好停车 昨天晚上老头买了不少菜 想给我们做饭 但是 因为太晚了没赶回来 王叔说了 以后跟我们一起走 做饭 剩他的 他给做饭 人起得来 我说早餐就不用做了 因为我们起不来 所以说他给我们做午餐和晚餐 我发现我太能啃甘蔗了 昨天我在路边又买了四根甘蔗 这是王叔不给我买的 我买完王叔给的钱 买了四根甘蔗 在这儿天天啃 大哥哥 我们大哥哥昨天洗完澡 特别干净 也老好了 人多不下车了 看你把人吓着 停车上有很多人 看见狗会害怕 不是说咱那狗 咱自己知道安全 人别狗 别人就 不害怕了 大家伙都知道 奇瑞日虎8 车机 有一个 这个功能 就是说 他始终认为 你喜欢听歌 他就说 在车上你愿意不愿意的 他都会给你放歌 但是有很多人不喜欢 他上车就放歌 然后还关不掉 你关了之后 他一会儿还想 在这里跟大伙说一下 应该怎么弄 有很多人是说 把这个按键 物理按键按掉 关了这个显示器 但这个只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你想用导航的时候 你还是要开的 有的是导航还会响 按掉这个停止键 或者静音键 他一会儿还会放 那么我摸索就是一个办法 不用按这个 关屏的键 按这个 现在在唱歌状 不管人在什么状态 按着这个五角形这个键 第一下子 按出来 是这个点播 第二个是收音机 再按一下 好 这个就是U盘模式 但你不查U盘的时候 U盘模式 它是不会自动翻音乐的 然后不影响你导航 你导航的时候 它是不会自动翻音乐的 当然你想翻音乐的时候 再去点还是正常的 这是一个用车的小技巧 就是可以避免上车自动翻音乐 想翻音乐的时候再放 就按照这个键子 按连按三到四次 就是切换到那个U盘模式 储存模式 它就不再自动翻音乐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像我在车里养狗 但是我要想把狗放车里 我还要离开车的时候 你不能锁车 一锁车玻璃就上去了 这样你今天有人私信我 告诉你有个解决的办法 比如说我狗子在车里 我还想锁车 那怎么办 在锁车的时候 按一下锁 它是一键成窗的 但是你再连按两下 车也锁了 玻璃也不伤了 咱们开它 开这个吧 车已经锁上了 把它打开 然后狗子这个玻璃也流缝了 你学会了吗 坐着没事儿 练个曲儿 睡个呼噜丝 他把啥带走了 HELLO COOL GO 突然菊子 中后 点字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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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